人类总会对自己有一些期待 这个是本性 另外我们成长过程中 也一一背上了别人对我们的期待 水可以在周亦可以复周 这些期待可能可以帮我们 卖力的往前走 也有可能击垮我们的身心 但是焦虑常常会演变成 另外一种外在的行为 当焦虑变形之后 有时候还会再度变成是 击溃我们身心健康的元素 了解这一些变形之后的焦虑 我们才能够达到治标又治本 这一段的内容 我们会一一来说明各种 变形后的焦虑心理 还有副相的行为 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一旦我们的某些行为过度频繁发生 超出常态了 就有可能已经变成是一种病症了 但是人的身体 在健康与生病中间 有一个灰色地带 模糊地带叫做亚健康 心理状态也有灰色模糊地带 再度提醒大家 一个人的心理或行为 是不是已经到达生病程度 真的是要靠专业的资商心理师 或是精神科医师 才有资格来判断 大家千万别以为 某一个人自学看了几十本相关心理书籍 或是他上过几次心理方面的课程后 就有资格来为你下断论哦 从这本书的内容中 我发现一件事情 焦虑的人常常会形成一些强迫思考 甚至演变成强迫症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强迫思考 只是我们不自觉 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演变到了强迫症 甚至强迫症还会变形 延伸出各种常常听得到的一些心理疾病 这个部分我想请Arene为我们解说一下 现代社会中的强迫症 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情绪 想法 还有延伸出来的心理疾病呢 强迫症是一种焦虑延伸的精神疾病 强迫思考是强迫症的第一大症状 刚开始有些事情在心中想不停 就是强迫思考 渐渐的会发现这些想法无法停止 还会在各种时刻突然冒出 称为侵入性思考 强迫思考是焦虑的主要症状 而强迫行为的展现 也就是成瘾行为的原因 因为它必须透过行为消除不想要的心理感觉 有可能是空虚 寂寞或是其他 强迫症最常见的就是怕脏或怕污染 因此衍生出洗手消毒等行为 其他常见的担心灾难 例如时时挂心瓦斯鲁是不是有关号 文创是不是有锁紧 我想到一件事情 这几年大家逐渐知道 原生家庭的影响力有多大 畅销书被讨厌的勇气里面讲的是 阿德勒心理学 其实阿德勒被大家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Arene能不能够继续告诉我们 原生家庭给予的心理创伤 又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焦虑情况呢 小时候家里气氛影响我们的力量 比家庭教育教导我们的内容更深远 当照顾者处理情绪的模式不同 孩子会学到不同的态度 他会跟着照顾者的情绪上下波动 大部分的情况下 当小孩子出现原初焦虑时 照顾者赋予原始焦虑的意义 决定了小孩子是否会转变成复杂性焦虑 以贫穷的家庭为例 夫妻双方同年时家庭都很穷 孩子和父母对于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感到担忧 也引发原初焦虑 但根据父母的反应可能衍生出五种情况 第一种是安全型家庭 父母会让孩子感受到不用太担心 就算没有钱 我们也会一起努力想办法度过 让孩子对于生活贫困的状况不用太担心 第二种是警觉型家庭 妈妈会不断强调爸爸的辛苦 因此要花任何一毛钱都会感到不安 警觉型家庭的孩子会感受到没有钱的恐惧 很自然想要去赚钱 甚至会觉得家装没有钱就没有爱 第三种是批判型家庭 爸爸妈妈会说再也没钱买下一餐了 孩子被当成累赘 这时候孩子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批判型家庭的孩子会很努力地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为了维持自身的价值不敢停下来休息 第四种是忽略型家庭 爸爸妈妈为了赚钱不太理孩子 即使孩子有需要 爸妈也会当作没听到 忽略型家庭的小孩感受到孤独 会驱使他们向外寻求情感的支持 在关心中他也是总是担心对方会离去 第五种是解离型家庭 爸妈妈妈颓废在家 放任家里穷就穷 脏乱就脏乱 没有人在照顾这个家 解离型家庭的孩子感受不到爸妈的功能 人生没有一个积极的榜样可以模仿学习 第二到第五种状况 孩子会从担心没有饭吃的原初焦虑 转变成没有钱的结果 就是会导致家庭失和 也变成痛苦和寂寞的复杂性焦虑 丈夫在童年被认为是个累罪 产生了没有钱就没有爱的恐惧想法 虽然他现在已经是月薪十几万的高级主管 但人就会拼了命 把空闲的时间拿来兼裁工作 上课培训 马不停蹄地提升自己 妻子则是在安全型家庭背好好养育成长的 对于金钱没有焦虑感 丈夫看到妻子悠闲生活时 会认为妻子不上进 当人面临困难 很容易使用过去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我们必须要能了解自己的心智 是如何形成的 要知道哪些固有的恶性循环 作者以原初焦虑为例 家中出现了一只会叮人的蜜蜂 真实客观蜜蜂是让人害怕的 也会引发原初焦虑 这时候若妈妈站定地说 他会咬人 但我们小心打掉就好 或者妈妈激动地说 那很可怕 被叮到会很严重哦 会死掉 赶快躲起来 妈妈的这两种不同的反应 都决定了孩子在往后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原初焦虑 害怕蜜蜂不只是害怕蜜蜂 还掺杂了害怕妈妈的反应 学习到妈妈的恐惧 好多的原因让害怕蜜蜂 不再是一起单纯的事件 原初焦虑逐渐转变成复杂型焦虑 焦虑很多时候都是彼此心理上的传染 这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 现在社会走向多元化 有时候我不禁会觉得 现在的社会好像有越来越多种类的心理问题 心理疾病一直被发现 或是延伸变种出来 焦虑 强迫思考 强迫症的现象 是不是有走向越来越多种的变种 变形的样貌 作者钟伯安在书中用的字眼其实很中性 他用的是多元化 请Angel跟我们说明一下 在现代社会中焦虑行为会怎么样变形 先讲几种多元化的样貌 来Angel 这里跟大家分享作者提到的四种 随着时代改变而出现的多元焦虑样貌 第一种逼自己工作不能休息的工作狂 他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觉得我的努力还不够 也可能是对金钱的不安全感 第二种总是害怕不够的除物症 有些人在家里囤积了好几年都用不完的卫生纸 清洁用品 通常本人对这种焦虑是无感的 会不自觉的累积自认为需要的物品而且没有上线 如果他停止了囤积某种东西 不是因为他觉得够了 而是他发现他有更需要的东西 要把心力放在收集其他东西上面 第三种情绪性进食 因为压力大 下午茶来杯手摇饮 甜点输鸭 下班后 啤酒 透过吃来转移焦虑的情绪 化杯份为食量 把不愉快化作食欲 用美食来麻醉自己的情感 非常常见 大家应该也能举一反三的想到了 有些人不是用吃 而是用线上游戏 疯狂购物来转移焦虑的情绪 第四种 错字与象征 原本对A感到焦虑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因此转字成B 例如作者说他高中的时候 认为身体没有被静止照到的部分 就会被斩断 所以他经过静止的时候 一定要默念固定的一串吉利数字 这个听起来就很荒谬的原因 也只是衍生出来的 在深入探究之后才发现 静止是他对自身无能抵抗的脆弱的反应 上面说的这几种例子 可能有相似的症状 但也是代表完全不同的意义 也有可能是不同的症状 但代表相似的意义 焦虑行为的变形 没有标准答案 只有深入探讨个人的生命历程才会了解 听起来焦虑会让我们跟自己的心理或身体处不好 那么我想要继续了解一下 焦虑会不会让我们跟别人也处不好呢 情感是人类生存的必要需求之一 自身的焦虑情绪当然会影响到人际关系 首先我来说明一下关系焦虑 常见的例子就是伴侣分手 外遇 想分分不开 想合合不了 家庭关系中父母的情绪勒索 照顾者的批判或不重视 自己强迫自己符合对方的期待等等 面对刚刚说的这几种关系 所产生的焦虑情绪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害怕失去 即使不喜欢特定的关系 但仍然想要在这一段关系中得到爱与关怀 因为怕不被爱 所以会用强迫的方式要求保证 而将大量的紧张情绪倒在他人身上 比如 你如果不说爱我 我们就分手 这也会引发接受他情绪的人 产生不满 沮丧 情感被绑架的焦虑 而使得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张 接下来来说明金钱焦虑 在现今的社会中 能赚多少钱 拥有多少资产 常常被扭曲成个人的价值 作者认为 当你把金钱与内在自我价值画上等号 就等于是焦虑的起点 假设一个人对自我价值的判断 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未知且无法掌握的他人的目光 那么他注定就会变得焦虑 因为他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足够了 所以他会说服自己 我必须要符合他人的所有期待 在这种金钱等于一切的认知模式下 会引发各种不同的焦虑行为 例如展开工作狂模式 爱比较 或者是知识焦虑等 甚至是把这种焦虑情绪延续给下一代 我想请Everly为我们说一下 变形的焦虑行为 而且是已经严重到影响身体完整性 精神完整性的那一种 绿病症是一项曾经被列入焦虑疾病的精神状态 绿病症的患者会不断担心自己得到某些疾病 因此他会去做健康检查 假如都检查不出来疾病 这会使他稍微的放心 但他更容易想到的是 应该只是疾病没有被这个医生或这个仪器检查出来 于是他们会陷入检查与恐惧的轮回 不断地寻找下一家更有公信力的医院来做检查 另外作者提到 一个人在处于巨大压力且极度焦虑的时候 会同时具有多种精神疾病是常见的 从来都不是有某一个转捩点 让一个人从轻微焦虑变成严重精神困扰 都是有多重的原因且互相影响交织而成 当我们看待由焦虑衍生出的疾病时 我们必须更仔细地了解这个人生命中发生的各种事件 而不是只去钻研如何消除这个症状 每一个慢性焦虑的症状背后都有复杂的原因 要把这些复杂的生命故事整理了解清楚 不能有模糊的恐惧感 不然很快又会出现另外一种严重的强迫症状 还有 当焦虑被严重压抑时 或者为了避免焦虑 大脑与心智的反应会将焦虑扭曲成其他的精神症状 大家可以来看书中第46页提到的行为表格 大脑与心智为了舒缓与释放焦虑 有时候未必会采取有效的行动 而是当行动变成严重困扰时 焦虑会大爆发 但脆出的焦虑常常被压抑而遗忘 作者一再强调 那些原先被压抑的焦虑事件 其实才是处理的重点 大家听到这里应该也跟我一样 知道了有问题的问题 可能不是真正的问题 我们已经了解了强迫症 囤积症 忧郁症 购物狂 暴饮暴食 容貌焦虑 工作狂等等的行为问题 它的根源都是焦虑 所以只针对刚刚说的这些外在行为去处理 就算是立即见效 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另外我也听出来了 焦虑跟我们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有关 这部分请Angel来说明焦虑与自我价值的关系是什么 要为我们多说一点哦 请 人的性格塑造过程中 透过自己跟他人的关系模式来了解自己生命中想要什么 而这之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是称起一个人的核心 是对自己某种程度的信心 这份信心支撑着我们追求想要做的事 正在做的事 跟前往未来想要去的方向 但当然 每个人的自我价值感不同 这通常就会涉及到我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如果这份信心不足以支撑理想 受到打击 就会感到焦虑 但为什么自我价值会有低落的感觉呢 在成长的过程中 如果常常感到焦虑不安 我们就需要被安抚 陪伴 给予保证 才能继续勇敢的持续的走上自己 成为自己的路 如果在成长路上的焦虑 一次次的被忽略 被扭曲 得不到支持 就会失去 就会让人失去信心 觉得自己不够格 甚至是怀疑自己的能力 那么要如何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呢 我这里先讲一下 提升自我价值感的四个思考的角度 大家可以自己看书 可以更清楚知道具体的做法 第一个 将情绪的主控权拿回来 不要让外在的人事物影响你的内心 这是一种焦虑的处理方式 这样你才能清楚的看到 焦虑是怎么影响你的 第二 在内心与外在环境之间 拉出一个空间 设立界限 用于缓冲 消化焦虑 这会影响我们日后 能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尤其是当你的想法 受到批判时 能相信自己 以及有弹性调整的能力 第三 停止用外在的标准 来抚慰焦虑 如果将自我的价值 建立在外在物质上 当外在的东西不再存在时 自信就会跟着崩坏 第四 认同焦虑情绪的存在 焦虑就是无法被执行的欲望 也是身为人 需要变得完整的重要部分 这本书《慢性焦虑》 大概有四分之三的篇章 试着让我们深入的理解 导致焦虑的原因 与焦虑会演变成 哪些负面的心理与行为 下一段 我们就要来深入谈谈 如何处理与改善焦虑 避免焦虑变成是 人生的问题的大魔王 或者是发源地 请期待我们下一段的讨论 在这之前 大家别忘了 可以先去看看 我们以前的说出影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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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